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跟一个老外老师那种方式东扯西扯 我发现只有一两成的朋友能够学好 后来我改用这套六个符号学英文 立刻转变了结果 叫做八九成的学生都可以学好 为什么八九成的学生可以学好 我们提出证明而不是提出广告 就像我刚才教给大家的东西 你会不会觉得听得懂跟着我念就记得住 记得住就运用得出来 当然考试也就容易考得好了 那么我们再跟大家沟通一些学习的观念 观念改变方法就会改 方法改了你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们可以号称 可以快速的教会你学会用英文 首先各位请祝你们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有基础的 不管你在过去学得好还是学得不好 你也是三年六年十二年这样是学过来的 所以你是有基础而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如果你从来没学过德文日文 我突然之间说我可以快速的教会你德文语文 那叫骗人 可是各位朋友你的英文都有好多年的基础 只是你的基础乱七八糟 我帮你整理好 带领你快速的去复习运用熟悉 你当然可以快速的学好 这就是第一点 因为各位朋友你们都有基础 而不是一片空白来学的 在我们的要求 单字起码念十遍 你的程度好 三两遍也许就好了 但是我要求你念十遍 因为你十遍才能熟悉 才能够自然而言 程度不好 你就加倍努力 十遍二十遍 一百遍 两千遍 你只要愿意努力 这就是你的优点 句子更是重要 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很少讲一个字 讲的都是一句话一句话 这句话你念一百遍 我一定要求你念 反复的念 这样子你才能够自然而然熟悉 英文的思考 可是各位朋友 在你们的学习过程当中 要么就是不念 要么就是意思意思 即使你跟老外老师 面对面的学习 是不是每句话都是 意思意思讲个一次 了不起讲个两次 每个句子都讲一两次 你的英文句子 绝不可能熟悉 你绝不可能反应快 你绝对不可能有自信 相反的 你把每个字都念得十几遍 而且刚才我还一切一切的 把一个长的字 切成了一小块 一小块 sir konstansis 当大家念quit 这非常容易 因为它很短 是一个声音 那么同样的道理 sir有没有很简单 k 有没有很简单 这样子来学习 不就清清楚楚 长的字 切成短短的字 这样子念起来 又好学 又好记 而且你很有信心的 很快就可以念得出来 那么各位朋友 就是我们六个符号 一个很重要的教学过程 一定要反复又反复 而我们念句子 也要把它拆成 一小节一小节 弄得清清楚楚的 来记忆 那么每一个句子 都有文法 所以各位先要学好 英文的文法 也就是 劳外的思考方式 而这套思考方式 在各位学校里 市面上学习的东西 都非常的复杂 难懂 而我们就叫做 一二三加四 把英文切成 一小节一小节 一看就懂 一懂就能记送 然后来运用 就像刚才这个例子 we是一 accept是二 中间本来应该 有一个助动词 叫做well we will accept 我们将会接受 第三个字 the offer 这个条件 这个报价 这个方式 我们会接受 这样子的条件 那么因为道装句 所以 we will 变成了well we 再加上这个补充的四 就是刚才说的 under no circumstances 看起来 好像是三个字 其实它就是 never的意思 never叫做字 under no circumstances 叫做片语 但是它还是一个 大个子的字 意思一模一样 所以一小节 一小节的 看得清清楚楚 念诵记忆 有了声音 有了语法的基础 我们要求多少个英文单字 单词 才能够流利 说出你想要说的英文 去处理事情呢 各位朋友 这一个千个字 大约就是各位 念完初中 国中的程度 比如说 beautiful 这个英文字 好简单 这只叫美丽的 你看哦 它可以用多少地方 昨天我在菜市场 买了一条非常非常新鲜的鱼 好吃 好棒 我就用 a beautiful fish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鱼 不可以说beautiful呢 当然可以啊 英国人美国人一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好 我们再看 昨天的天气非常好啊 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这天气好棒哦 晴空万里 你信不信 老美绝对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因为你还是这套 一二三 the weather is beautiful 它都听得懂 听得懂你不就可以表达你的意思 做你的工作了吗 要多少个英文单词单词 一千个字 配合你学过的英文语法 套进去 说个天花乱坠 横行天下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 增加单词量 越学越好 因为到了阅读写作 你可能要更好的单词 那不只是会beautiful 好了 那你要升级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从上下文当中 自然而然学到啊 刚才这句话 under no circumstances 念了好多次 配合它的情境 不就三下两下 你学到 记住 下一次换你写换你说 你照样可以如法炮制 你不就漂亮地表现出来了吗 你的程度不就更高了吗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各位朋友 我在教你们的时候 有没有叫你背单词 有没有叫你背音标 有没有叫你背片语 有没有叫你去考试 有没有叫你去背文法 有没有叫你去做那些 做不完的题目 然后你通通做到了 英文还是莫名其妙 还是运用不出来 相反的利用我刚才 教给大家的这样子的步骤 是不是不管你程度好不好 你都可以办得到 是不是八九成的朋友 都可以学好 只要你想学 那我们推广这套学习的方法 而且我们绝不鞠躬 我们只是作为大家的 学英文的步骤一 不论各位 目前的程度是初中高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点 当你有了这些能力之后 你再进一步的或者是花更多的钱来学习 以及参加更难的考试 那么函授课程 我们有实体版 以及电子版两种 各位朋友 不论在世界上任何个角落 都可以利用的函授课程来学习 我们给各位课本 教学的声音档 以及影片的辅助档 来帮助大家 解重复的念诵 以及进一步的运用 那么电子版更是方便 你现在要这个东西 两分钟之后就可以收到了 然后我们又有繁体版跟简体版 因为我们的朋友在全世界都有 有人习惯用繁体字 用简体字都没有关系 看你喜欢哪一种 就有哪一种来学习 而各位朋友 那么你会发觉 我们这整套的课程 都能够非常非常的紧记 到我们的网站来看到的 第一个是新台币的价格 如果各位用人民币 要变成四分之一 所以就更少更少了 再来 如果各位比较急的 而且是你一定要学会的 那么因为函授可以慢慢来 按照各位的时间来自由学习 可是有的朋友非常急 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工作人员 你明天就要接受职场的挑战 你不可能像学生 像年轻人 到学校里是交朋友的 去好玩的 你是立刻要学会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面授课程 那么面授课程分成亲身跟视讯 那么各位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你只是去参加一个 很普通的外国老师的上课 东扯西扯下课 那么还要花很多的钱 相反的到我们这里来呢 你受到的照顾 那真的是 我可以这样说 你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我们第一个动作 带领大家念单字 念句子 纠正发音 纠正你的语调 有人陪着你 这当然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念了很多遍之后 你自然更有信心 发出每一个单字的声音 去讲出每句话 然后我们清清楚楚的 把整套的文法 一步一步的教给大家 学完一层楼 好好地回去复习 把一层楼弄清楚之后 再去二楼 弄清楚 再来三楼 而不是东学 西学 乱七八糟 那么我们的文法 一二三加试 是实用性的 就是学完立刻套进去 所以你只要能够说中文 而且你有一千个单字 在各个场合上去运用了 当然再进一步 我们会让大家阅读 因为阅读 才能够增加各位的单字量 那么面试的课程 进一步还要学习写 有写 你才能够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理解 那么在听说的部分 我们呢 会以实际的外国人的声音 放出来给你听 让你练习 那个耳朵怎么样听得懂 怎么样抓那一二三的 如此动词 抓到重点 怎么样子上下文 有些单字听不懂的情况之下 照样能够catch 这整个意思 然后实际的操作 老外突然之间 放出一个句子来问你 你怎么回答 回答完毕之后 还要纠正 还要重复 不可以结结巴巴 说的口词不清 你要流利 重复就会流利 就这么简单 尤其是职场上的朋友 甚至你已经是中阶 或者是高阶主管了 这时候 你要强化你工作的运用能力 绝对不是找一个年轻的老外 他不了解你的工作情况 然后就跟你东扯西扯 将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的 而是相反的 要针对你的需要 你明天在工作上 就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要讲什么话 要写什么东西 针对你的专业上的东西 来训练 来引导你 而我们就是可以提供你 这样子的训练 针对你的需要 来训练怎么样跟客户 conference call 跟你的同事做英文的沟通 怎么样子写你的英文书信 email 那么绝对不是 把中文填一填 丢到Google上去翻译之后 对不对都不知道 就寄出去了 那么英文的正确度 可以表现对于对方的尊重 如果你写东西 有错误或者是不合体的话 可能会造成对方很不好的影像 这会影响工作上的表现 所以我们就是很特别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需求的朋友 做出一套不同的设计 来符合你的需要 这么丰富的教学 而我们只是收割为一个非常佛心的价钱 因为毕竟要有成本上的开支 这样子的学习 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说 你根本找不到 当然面受课程因为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接受每一个同学 来要求上课就上课 那么可能刚好有空给你进来上课 好 那么上课的方式也可以亲身的 也可以是视讯的 真是感谢这些电子设备的进步 在全世界的朋友 不论你是在新加坡 还是在欧洲 还是在美国 你都可以跟我们视讯上课 但也很完整的阐述了我们 为什么可以很快教会大家 用英文的步骤跟示范 希望今天的教学节目 会对很多的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启发 甚至因此就改变了 你今后的人生 大家一起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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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